博主的免费网站博客当中有一个名称为网站曝光台的专区 这个专区专门列举了博主不推荐大家操作的网站项目 其中有一个名称为Shrink2的短链接网站 这个网站通过缩短链接来赚取收入 然而博主并不推荐大家操作 很多朋友在读完这个板块之后询问博主 既然这个Shrink2不推荐大家操作 那么短链接网站平台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操作的平台呢 在本期视频当中博主将为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通过创建链接来赚取收入的网站平台 和传统的短链接网站不同 这个平台是通过创建链接来获得收入 在开始接下来的讲解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张我的收款截图 从这个截图当中可以看出我从这个平台当中成功收取到6.83美元 使用的是主楼的被保收款方式 如果你是网站新手 不知道什么是被保没有关系 博主专门为网站新手撰写了被保教程 看完视频可以在视频介绍当中找到被保教程的地址 需要注意的是 这并不是博主的唯一一笔收款 博主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收款数笔 请大家本期视频一定要完整观看 博主会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为大家讲解这个网站平台必须注意的网站要点 完整观看视频即可避免自己因为盲目操作而无法赚取到收入 我们看到支付部分 博主现在再次赚取到4.39美元 先来讲讲这个平台支持的收款方式 这个平台支持主流的被保收款方式 那么最小收款额度是5美元 本期视频的网站网址博主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博主从不搞标题档 看完视频记得点赞 转发本视频支持博主的创作 订阅博主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图标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更新了 讲解完支持的收款方式和最小收款额度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平台如何进行网站操作 首先将鼠标移动到Direct Link这个部分 你需要知道这个平台会提供两种网站形式 第一种是在你的网站上投放广告 你可以通过广告来获得佣金 这种形式会有一个局限 那就是你必须拥有一个网站 并且将你的网站提交到这个平台上进行验证 才能够进行后续的网站操作 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 这个方法并不友好 我们直接跳过介绍第二种网站形式 这个平台提供的第二种网站形式 不需要你有任何的网站 也可以进行网站操作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到的这个直链部分 所谓的直链就是创建一个直接的广告链接 当你将这个链接分享出去之后 有人点击完成广告转化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收入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博主在之前已经创建过很多这种链接 下面我们实地演示一下创建一个新的链接 我们点击此处 那么这个链接可以随便命名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 命名为我的免费博客 有网站.com 提到博主博客就顺便为大家提一下 博主的博客没有会员制所有内容完全免费 喜欢的话一定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博主最近更新了任务网站合集 打字网站合集 以及各种类型的网站合集 这么多网站干货总有你需要的内容 如果你是游戏玩家 还可以关注高画质手游神作推荐 如果你是网站新手 不妨关注此处的网站新手专区 或随机点开一篇文章 查看右侧的适合新手的网站项目 看完视频还想获取更多一手网站资讯 可以关注博主的 社交媒体账号 比如Facebook Instagram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点击此处 进入博主的免费网站群 喜欢短视频的朋友 还可以点击此处进入博主的网站短视频频道 订阅获取超多网站短视频 之后我们点击Get Tag 好 这个地方会有绿色文字提示 说明这个直链已经成功创建 当然这个直链的名称其实无关紧要 这个只是方便我们自己进行识别 那么创建直链只是我们进行网站的第一步 下一步我们需要将这个直链分享出去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的复制按钮 它会有Copy的提示 之后我们随机将其分享到某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博主以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为例 我们点击链接 因为这个平台可以支持不同形式的内容进行发帖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连贴 之前创建的直链的链接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提示 提示链接不完整或是其他的错误提示 那么只需去掉前面的两个斜杠 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正确的这个链接 我们点击插入 这个地方会生成一个预览 那么说明这个链接已经成功插入 这个地方我们输入帖子的内容 因为我们需要吸引大家点击 因此这个内容大家可以自由定义 比方博主这个地方随机写一个 铁色的内容编辑为想关注最新商品 当然这只是博主的一个事例 因为这个直链大多都是广告链接 那么广告链接一般都是商品的最新信息 好我们点击现在发帖 稍后博主会为大家展示当有人点击你这个广告链接之后的情形 以及点击之后的一个数据统计情况 好我们下面模拟有人点击你的这个链接时候的情况 他会为你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这些页面往往都是一些广告页面 一旦有人完成你的广告转化 你就可以获得收入非常的简单 刚刚视频提到博主会在后续为大家展示 博主创建的这个直链的一个数据情况 从截图当中可以看出 博主在12月份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收入进账 这个印象数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广告点击完成数 即使只有两个点击也可以获得0.2美元的收入 当然如果点击次数较多的话 可以获得的收入则更多 达到1.02、1.11、1.42、1.023 这里有一点是要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的印象数 经过博主的测试 基本上是指这个广告的点击次数 有的朋友可能只是点击广告 之后没有完成广告的转化 只有真正达到广告转化 才能够获得收入 换句话说 实际的这个转化数可能比这个印象数要小 以这个77个点击为例 假如我们只有10%的转化率 也就是只有7个人完成了广告的转化 那么就可以获得1.42美元 实际上这个网站还是非常简单的 虽然没有办法让你大富大贵 但是赚个零花拳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只是博主创建的其中一个直链 就是刚刚创建的直链的一个统计数据 如果你一天创建N个直链实现批量操作 比方说你一次创建10个直链 那么将这个收入乘以10倍的话 每日的这个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只要你能够吸引足够多的人 点击完成广告的转化 一天赚个几十美金完全没有问题 本期视频录制到这个地方 已经接近尾声 为大家总结一下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 通过反复创建链接 实现反复刷钱的网站项目 支持主流的被保收款方式 看完视频记得点赞转发本视频 支持博主的创作 如果觉得博主发布的内容不错 一定记得订阅博主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图标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更新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